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程序 当然了这个程序里面有这样一个input的函数 关于函数的这个用法我们还没讲到 但是这里面做练习的话还是必须的 大家先把这个给记死 但是从这个代码的写法 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表达式 并不仅仅只能是我们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个 加减乘除 还有这样一些逻辑预算符度 它还可以包含函数 这一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的 好 我们来实现一下这个代码 代码很简单 还是用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如果这样的一个用户原始的密码 正确的密码 和我们用户输入的这个相同 那么做比较运算 我们学习这个运算符度 双等号 等于user account 好 这个只是用户输入正确的条件之一 对不对 好 那么还有一个条件 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 要比较密码相等 密码相等是什么 原始密码等于用户所输入的这样一个password 好 那么这两个表达式 上面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是且还是或 想想我们的逻辑预算符 它一定要是且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们这里 用and把这两个表达式给连接在一起 同时要相等 好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再复习一下 想想这个地方的一个逻辑预算关系 我需要 在这两个表达式里面加扣号吗 加扣号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这个也不需要加这个扣号 因为我们说了逻辑预算符的优先值最低 它可能是想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预算符的 大家再回忆一下 好 最后别忘记了 在我们的这个表达式最后 逆辅是需要有一个冒号的 否则是会报语法所有的 好 接着就是执行这样的一个逻辑的相关的代码 好 我们说了 这个时候这个逻辑表达式的 它的如果成立的结果将是成功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打印success 如果上面的这个表达式不成立的话 这个就证明用户输入的这个账号密码错误 所以说我们就else了 注意这里一定要有四个空格 好 然后这个代码其实就已经写完了 非常简单的一段小代码 让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好 这个时候提示我们输入账号 我们现在先输入一个错误 比如说我把账号输错 我输入QIYU少一个E 好 接着输入密码 密码我输入正确 123456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 好 结果它打印的是失败 因为这个账号是不对的 然后其他的情况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自己测 然后我们再输入一个正确的情况 再一次运行代码 好 我输入7月 密码输入123456 然后回撤 现在打印的是success 好 这个代码偏简单 我们还是照顾一下我们编程的初学者 后面可能像这么简单的代码 我就不会再拿出来 让大家再来编写 后面我们尽量会把这样的一个小作业 或者说思考题出得难一点 好 那么我们现在想程序编写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代码里面让大家看起来特别不爽 各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PVLint 它所提示我们这样的一个代码编写是不规范的 所以说我们尝试的把它给解决一下 把这些波浪线给消除掉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语法的规范来说的话 我的一个建议就是 还是我所说的 不要去死记硬背 你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语法的一个规范的检测工具 千万不要去对着那个网上搜出来的资料去记 哪个地方应该加一个空格 哪个地方不应该加空格 哪个地方应该加注释 哪个地方不应该加注释 好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一边写代码 一边尝试着去修正这样的一些波浪线 然后一直到你的这个整个的代码里面 没有一个波浪线的时候 你的基本上 再多写几次代码的话 这样一些语法的规范 你是自然而然的就能熟悉起来了 你要是去使记硬背这些规范的话 这个我觉得对于只学习一门语言的同学还好说 但是如果你同学会很多门语言 就算你背下来了 你也会经常搞混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一边来消除 一边来学习像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规范 然后还是这样的 大家一定要学会去看这样一些提示 不管是这样一些帮助性的警告提示 还是说以后我们要学习的非常重要的错误提示 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可以说是你自己调试代码的必备的一个途径 一定要学会看提示 好 然后我一边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边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这样一个知识的学习 我比较偏向于这样一个一种实践的讲课方式 前面给大家讲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枯燥的理论知识 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因为那些东西太记住了 但是从这节课之后 我们的知识点都是从这个实践中来学习的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Account 第一个 它说的是invalued constant name Account 这句话 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呢 不合法的 或者是说是不规范的 这样的一个常量 Account 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警告里面 引入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Constant Constant的什么意思 常量 我们之前说到过变量了 那这个常量又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常量呢 常量在其他语言里面本身的这个意义在于 一旦定义了一个这个常量之后 它的值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如果你尝试去改变这个常量的值的话 是会报错的 打个比方来说 你把这个Account 复制为7月之后 你现在想给这个 改名字 改变这个Account的值的话 这个时候是会报错的 但是在Python里面 其实是没有常量这个概念的 看到这个常量 其实它本质上来说的话 还是变量 为什么呢 因为Python是没有任何机制 去阻止你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变量的值 所以说在Python里面 其实并不存在常量 但是在其他的很多类型的语言里面 它又有这样的一个常量为定义 所以说在Python里面 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 就是对于常量 形式上的常量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常量 你需要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字母 都给大写 比如说Account 这样 把这个给注释掉 然后我们修改了这样的一个字母 的大小写了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这样的一个link的提示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取消了 对我们的这个变量的一个警告的提示 就是没有 再说是一个非法 或者是说不规范的常量 但是Password这里还有对不对 好 那么Password我们同样可以修改一下 好 那么理解Python里面的常量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常量 这个知识点也非常重要 出现在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面试和比试体力 那么要注意 你在这个上面改我们常量 就常量的定义了之后 你下面的这个地方是要同步修改的 因为我们说了 Password是区分大小写的 你改成这个大写之后 下面也要同步的改了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好 这样才正确 好 我们刚刚干掉了一个波浪线 Password的这个波浪线被干掉了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波浪线 我们再看一下 它说缺失这样的一个模块的文档 那么首先呢 什么是这个Marjo模块 Marjo模块 模块的这个具体的定义和概念 我们放到后面和这个包一起来讲 我们现在来先简单的说一下 模块 其实你这一个文件就叫一个模块 因为真正的通大型的Python项目 或者是说即使是普通的Python项目 它也不可能说是把所有的代码写在一个文件里面都端 所以说通常来说的话 它是有很多个文件的 那么每一个文件在Python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模块 一个正常的Python项目 是由多个模块来过程 这个概念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其实可以回想起 之前我在讲课之前 给大家演示过了一个标准的 这样的一个Python代码 它的一个规范和格式 大家明显的可以记得 在这个文件的顶部 是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 三引号 所注释的这样的一个文档说明 也就是我们的模块说明 那么Python建议 每一个模块都应该有一段文字 用来描述你的这个模块的意义和作用 好 所以说我们这里加上一段这样的一个模块的说明 也可以是中文 也可以是英文 一段小程序 好 我们随意举个例子 真正的模块的注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写得非常详尽 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copyright 然后它很详细的描述 都写在这里 文件的开头 好 现在我们看起来是不是清爽多了 没有这样的一个讨厌的波浪线 这个我们就顺便把它删除掉了 好 我们接着来继续看一下 下面这个user account和user password 同样被标记的这样的一个绿色的线 然后我们鼠标旋径上来看一下 又是这个讨厌的警告对不对 还是说了这个常量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按照我们代码的意思 这个user account不应该是一个常量 因为它接收的是一个input的输入 我们并不知道input将要被输入什么 在代码的意义上来讲 它应该是一个变量 它应该理解为这样的一个变量 但是pylint它同样会给我们一个警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pylint它也只是一堆代码 对不对 它也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来提醒你 事实上来说的话 pylint在这里的提示并没有错 pylint对于常量的这样的一个检测规则是这样的 如果你所定义的这个变量 不是位于函数或者是这个类 如果不是位于函数和类里的话 它都认为你应该是一个常量 所以说这个地方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提示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这样的一些变量的定义 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函数里的端 它是直接位于模块下面的 也没有把它放到任何的类里 所以说pylint它认为你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常量 那么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规则有没有错 其实它没有错 真正的规范的代码至少你应该用最少 我不说面相用类来做面相对象 但是起码来说的话你应该用函数 把这些零散的这样的一些变量 把它给封装起来 只不过我们这里还没有学到这么多的知识 我们只是为了掩饰这个if else 从而引出了这么多的要学习的东西 所以说临时的是这么写 但是这样的写法大家一定要知道 把这样的一些看似是变量的东西 直接丢到模块下面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编码习惯 好我们把这个给删除 那么为了让它看起来好看 我们暂时把它改成大写 好那么同样下面这个地方是同样的道理 就不再阴阴演示了 好我这样把它大写并不是代表这个地方 它就是真的是一个长的 只剩我想把这个讨厌的绿色的波浪线给干掉 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好那我们把下面这个给改一下 你看如果你认为Account Password UraAccount UraPassword都是长量的话 你下面做这样的一个逻辑预算 还有意义吗 都是一些固定不变的量 再做逻辑预算就没有意义了 结果是永远不会变的 按照长量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定义来理解的话 其实我不是很推荐 定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长量 因为其实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我们人类阅读字母的话 还是习惯于小写的阅读都更加舒服一下 或者是说只有首字母大写 如果你全部都是大写的话 这个其实看起来是非常不舒服的 很多的这个 我以前玩的一些游戏里面 他们那些英文的游戏里面 就特别喜欢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单词都给打下 看起来非常非常难受 这种感觉就像你去看这种繁体字一样 你确实能够看得懂 但是问题是来说的话 你看得特别不舒服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解决这样的一个波浪线 我们看一下 No space alone before 在这个冒号的前面 不允许有空格 冒号在哪里 冒号在这里 说的是义符后面的这个标识符冒号 Person建议 不要在这个标识符的前面 语法的标识符前面 加这样一个空格 我们把这个空格取消之后 这个提示就消失了 这个也是一个规范 好 然后我们再看最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波浪线 看一下它提示的是什么 PYLint C0304 它的每一个Lint还有一个编号 Final New My Missing 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换号是缺失的 按照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程序的末尾那是需要额外的控除一行的 我们加入一个空行之后消失了 好 那么最终呢 我们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波浪线都给干掉了 从这个过程中 我要演示的不是说这个最终的这样一个样子 而是我每一步演示 调识这样一个规范 从这个规范里面 大家能学到一些 Python编码规范的一些基本原则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 这里能再额外给大家说一个规范 对于这样的一些逻辑运算符 比如说是像这样的一些等号 还有一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像加号减号 这样的一些算数运算符 Python都建议 对于这个运算符的左右两边的变量 要各控一格出来 如果你不控的话 同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Link提示 好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控给删除掉 很明显 它有一个提示 OneSpace 要求在这样的一个表达式的前面 这个不对 这个不是表达式的意思 而是指你这样的一个比较运算符的意思 在比较运算符的前面 应该控一个 最后还有一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 也是很多Python规范里面要强调的 Python的 它的这样一个说境 并不是像我这样的 用这样一个type键来控出来 它呢 Python的定义是你需要有四个控格 三 四 四个控格 好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 老师你刚刚演示的效果 一个type就是四个控格 那这个是因为在VS Code里面 它默认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有些IDE像你呢 一个type并不等于四个控格 如果说呢 你一直用这个type键呢 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你使用type键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啊 type键更加方便一些 但是呢 你一定要确保你的IDE 一个type是等于四个控格的 那么啊 这几个内容也差不多了 最后呢 我们呢 看一下吧 随手给大家看一下 也让大家熟悉一下 这样一个VS的一些强大的配置 看一下我们这个type 到底在哪设置和配置呢 好 还是在我们手写上设置里面 来看一下 好 那么设置很多啊 我们可以在上面这里搜索 我们要不设一下 比如说呢 我现在输入这个type 自动呢 就会定位到这个type键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 它的描述是一个字表 和等于一个控格数啊 默认情况上面呢 它呢 是四个啊 好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设置啊 我们整个的快速看一下 anytype detect ok 你看行啊 看一下啊 这个啊 anytype detect indentation 这个呢 是 它如果你设置为true的话呢 它这个code呢 会根据你的文件类型啊 自动的来帮你设置 这样的一个type的控格数啊 好 好 最后呢 我们来回来 我们把它关闭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这节课呢 我们接用了我们上节课啊 所以不值得这个题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python的一些基本的编程规范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好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